主持人 仲希BB 多谢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 七姊妹星人系列之 能量强大的从果体 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用不到第三晚呢? 怎样可以简单自我激活第三晚呢? 你又想不想激活它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在影片下面 按个订阅键 和全部的铃铛键 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立即通知大家 还有 看完影片记得点赞 鼓励我做下一条片 你们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一个鼓励 分享出去 比更加多人学习 这个是未经授权的非官方翻译 而翻译只作参考 与原文有任何差异 敬请原谅 《七姊妹星人》系列之 能量强大的从果体 在《比利玛雅》主作《The Psyche》书》中 第六十二页中 它提及 思维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每个思维都会发出最高频率的能量波 并且进入宇宙的维度 在那里 这个能量波会根据本 影响 影响和作出修改 思维是由人类意识块产生的 它本身体现了个性 思想 感觉 情绪 创造的区分 和 控制人类的 电视波和 真品 那思想的驱动力 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The Psyche》里面提及到 用来推动思想的力量是 来自于创造 而不是来自于人类自己的 而事实是由宇宙流向精神 然后再流入意识 让我澄清一下 一 人类精神创造能量的一小部分 是使得 人体充满活力 二 意识 物质意识 也都包含了人格 潜意识 人的记忆 性格快 和理性 因此 分别包含了思想 理性 智力 和进化智慧 三 创造是对宇宙 所有的生命 和所有存在的一切负责任 这个 是人类可以想象到 但是 没有办法估计到 哪一个圆形的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 创造是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 它是可以存在在 最巨大精神能量本质里面 是最纯粹精神认识 而它的智慧 是不可以估计到 到底有多大 一旦精细物质思想震动 以光速发出 这样 就需要一个 合适精细物质 流体能量 和流体力的大脑去接收 将这些 真凭吸收 和解释 比利玛雅 在Felgo 特别公告 第三十页的 第三十八号 有提到 精细物质 震动的波频率 很自然的 那么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这些 密动和信息 是针对着波频率的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接收到 相同的波频率 也都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将自己精细物质 感官调整到相同的程度 感官调整到相同的程度 又或者调整到比较近 又或者比较远 因为这个密动和信息 都是针对着 个别的人 而来的 是需要通过 心理连结 必须要 和波频率有一定的相似 以便接收 来自谁死的人 又或者其他人的信息 包括声音 思想 又或者是 幻象的图像等等 如果不是这样 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的人类将同事 一致地 从所有的精细物质 辐射里面 无限地捕捉到 相同的密动和数据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会令到混乱的 但是反而 会令到整个人变成疯狂 因为 他们将会 无法地应付 那么大量的密动和信息 大脑和意识 是结构化的 他们是有一个 内洁的系统 可以防止 来自其他人的 精神精细 敏感的感觉 这些思想和感觉 流体细物质 震动 会不断刺激 亦都可能 是因为太多 令到难以应付 那些想法和感受 那些想法和感受 在这个 过程中 我们的意识块 和从果体 就会 作出了紧密的合作 从果体 有精之为骨头 正觉的功能 是在进化方面 极为之重要的 它是令到人类能够 超越物质感知能力 进入精细物质的感官区域 促进和维持我们的能力 改善和加强免疫系统 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增加活力 我们的祖先 能够积极地利用从果体 为自己谋求福利 所以 他们是能够感知到 而这种感知 是来源于 第七感 的非物理精细结构物质 事实上 不是只有五个感官 而是有七个感官 感觉 对应于 和本能相关的第六感 其中 有意识 又或者无意识的思想 会产生感觉 如果没有了这种想法 就不会有感觉的本能 第七种的感觉 经常被误以为是超感官 第七感 是一种超越正常 物质感知能力的精细物质感觉 因此 粗造的物料 就即是可以测量到 有型的 可以触及到的 可以触觉到的 可以触觉到的 而精细物质 就是不可以测量 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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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触摸 它有精神能量的性质 至于 半物质 是可以测量到的 可以感知 可以感知 但是不可以触摸 例如气体 水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从果体作为天线 发射器 和接收器 以便 提高感知 提高感知 和定义外面震动的能力 因为 人类过于强调物质 久而久之 人类的 人类的 从果体 已经渐渐的退化 和萎缩 体积 由原本的三厘米 在宿小到 只有几毫米 我们缺乏了 必须要的 意识 知识 和技能 没有办法 令到更多的能量 流过从果体 而令到 有意识地感知到 我们周围的 细物质 电磁场 我们 亦都在 不知不觉中 设定了 感知 第七感的障碍 压制了 从果体 又名第三晚的功能 令到它 没有办法 发挥 精细 物质 感官 中转站的作用 今时今日 已经很少见到 可以利用 从果体 作为一个感测器 来吸收 吸取 细小的 物质 电磁场的人 而正正是 这一样 由大脑思想 产生的 细物质 电磁场 是用在 心灵感应 缘浮 传递信息 千里眼 和远端的观察 人类 可以透过努力 从果体 就可以慢慢 再次变大 和 执行它的功能 从果体 从果体 是由眼睛发育 而来的 所以 称之为 内在的第三眼 它是通过光 打开和关闭 电磁场 电磁场和化学物质 也都参与了 各种的过程 包括 神经传递物质 血清素的产生 褪黑激素 促进睡眠的质素 刺激 免疫系统 心脏循环 和细胞的再生 Eggersberger 在他的书里面 《神秘生命能量》第五十二页里面 说到 如果我们的生命力很弱 这样 我们的本能 就会支配了我们的意识 允许侵略 恐惧和贪婪出现 表现到 争吵 妒忌 战争 和种族主义等 而另一方面 都我们的生命力很高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 和大佬 包括虫果体 都会带来一些好处给我们 作者也都提到 《增加活力》是对身体器官有正面的影响 从而增强免疫功能》 跟着 作者也都说到 在《Billy Meyer》《清晰的事事冥想》书中写到 《冥想》是增加大佬和虫果体活力的首选方法 在你本书第十七页 《Billy Meyer》说 如果一个人冥想是能够没有任何思想的形成 并且可以维持在这种状态 这样 在这种的爱里面 就会产生 和平和自由 以及和谐和平衡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要阻止人类每天做冥想呢? 所出现的 脑电波 类型 无论是Alpha Beta Delta Gamma Zeta 都是受到 我们当前状态的影响 而且 在我们正常清醒状态下 大佬两个半球体之间 通常都不会平衡的 当一个人 深深地进入冥想的时候 这些脑电波就会变得更有趣和同步 就正如《Billy Meyer》书中第123页所说 如果大佬半球体互相对齐 就会透过释放荷尔蒙 神经传递物质 和影响神经细胞来促进健康和福祉 一直以来 人类都忽略了 这种冥想的状态 用清醒状态的思想 和感觉世界 将它压制住 但是 一个平衡良好的人 两个大佬半球体都是平衡的 那就可以透过解决内部的紧张 来实现 增强重果体 感知能力 重果体的理想状态就是 将我们的思想引导去正确方向发展 以便产生适当的感知 使我们平静和平衡 并且相信我们有意识的智慧 以下 以下 是一些同意识对话的冥想练习 语句给大家参考 我生活在爱中 我生活在平整 我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和睦相处 我生活得很轻松 我生活在健康中 我生活在快乐中 如果 大家想知道更多 有关这类型的详细资料 可以参考 Billy Meyer书籍 《清晰的视野冥想》 的第342页 在Vigo 特别公告第38期的 第33页里面 Billy Meyer告解那些 希望锻炼 从果体能力的人 他这么说 进行这些能力的锻炼 应该是在 当一个人的个性健全的时候做 而令到他的心理状态稳定 并且几乎无懈可激地封锁破坏性的状态的时候 是最理想去进行的 就在这个位置上 精细的感知 就能够得以发展 如果不是这样 在这种状态之下 修炼从果体技能 这样 这样就会引起混乱 和造成破坏性的效果 当一个人的心理越是健全 感知到的缺陷 危险就会越少 总而言之 Eggersberger提供了一些 增强从果体活跃性的技巧 获得正确从果体的截力 是需要在日间在户外 进行体能的活动 然后 在睡觉之前 冲个热水凉 再在阴暗 黑暗的地方睡觉 而有助产生 退黑激素的特殊天然食品 包括 烟蜜 甜粟米 米饭 生姜 香蕉 大蜜 以及 必须的 氨基酸色氨酸 食氨酸 可以在螺旋组里面找到 另外 有 芝士 南瓜子 鸡肉 火腿 杏仁 花生 牛奶 和酸奶 湿草 草草 施草 草草 混合 当作茶饮 也都可以提高 退黑激素的含量 吸入产花油 是可以减慢脑电波 和刺激从果体的功能 而需要避免的包括 会令到人上瘾的物品 包括尼古丁 咖啡因 酒精 和一些药物 还有 你必须要距离三公尺以外的电视 电脑 时钟收音机 水藏 和一些节能的灯 这些都会产生电子烟雾 而这些物质 将会干扰退黑激素的产生 最后 作者引用了比利玛雅清晰的事事冥想第三百零三页 当中比利玛雅说到 生活的目标 是透过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以及创造结合起来 你实现意识和精神进化 找到爱 知识 智慧 和内心平整 内在的自由平衡和和谐 并且必须要承担全部个人的责任 总括以上的资料 阻碍从果体的功能是因为人类过于强调纯物质 而激活从果体的方法是首选 冥想 其次是在日间在户外进行体能的活动 然后在睡觉之前冲个热水凉 再在阴凉黑暗的地方睡觉 另一方面 也都可以透过食物 这些锻炼从果体能力的方法 是需要持续进行 而并不会做一两次就会能够有效果 如果大家对锻炼从果体能力有兴趣的话 不妨跟以上的方法尝试一下 希望影片能够帮到大家